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画面中看到这是段木香菇笋子鸡汤 现在这时节笋子最多了 然后我来搭配段木香菇 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段木香菇 你会发现它非常的香 只要买回家你打开包装 你就觉得满是芳香 因为它是用比如说蜂香或蓝树的树种 作为栽培段木 所以它在环境上是很天然而且独立的 香菇的生长也是依赖段木的养分 然后采收之后再用柴烧的方式烘盖 所以它的香气非常浓郁 要使用之前记得先泡水 然后我这次用的是善良的文昌鸡腿剁块 如果要炖鸡汤在合作设备上 有非常多种类各式各样不同的鸡肉可以选择 现在佛手瓜也很多 所以我把佛手瓜一起放进来 佛手瓜炖汤有一个清甜 反而可以解油腻 我觉得蛮不错的 我手上这一个乌克力竹笋 它非常嫩 所以我可以拿在手上削 那一般来讲你不要冒险哦 要自己衡量自己手上食材的状况 大家会问说那笋子哪个部位才是不要的 你切开 如果它的纤维是比较粗的 明显的看得出来嘛 那这个你就要把它去掉 因为你煮了你也没有办法咬得下 佛手瓜我就把它像这样子把它切块 这一锅汤里面啊 假设只有这样子没有放鸡肉进去 它就是一个蔬食的煮笋汤 很多人都说那大家煮笋汤啊 都煮排骨啊煮什么 那我们蔬食者怎么煮 就是刚画面看到那样 然后我再加入涵量的稳昌鸡腿块 这样这一锅汤啊 鸡肉汤还有段木香菇非常的香 段木香菇记得要泡水之前啊 都稍微先过水一下洗一下 凡是干燥的食材啊 有烘干的啊或晒干的 都先稍微过水洗一下 去掉杂质再泡水 或者是在下锅煮 我把水倒到最大纸 因为我用了压力锅来炖鸡汤 非常快你也不用顾炉火 这一锅段木笋子鸡汤啊 段木香菇笋子鸡汤非常的香 你在煮的时候 就可以一直闻到段木香菇的香气 我个人蛮喜欢段木香菇炖汤 我觉得只要食材够好 我们煮出来的食物啊 餐桌料理都不会太长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好咯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